谁会想到,一碗花生用温水简单地泡一个钟,竟然做出了三种不同的美食,关键还非常简单,看完你也会做 泡好的花生倒入豆浆机,加入花生六倍的清水,选择果蔬件搅打两三分钟,打得越细越好 没有豆浆机也可以用搅肉机打,打好后倒入过滤袋,过滤一下会更细腻,全部倒入锅中,边搅边煮 老婆说我天天拍视频,都没人点小红星,浪费很多时间,今天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小红星给他看看 让我也能跟他炫耀一次,非常感谢 中小火煮开后继续煮两分钟,重点来了,盆中倒入一包豆腐王,加入一口凉白开,搅拌化开 趁热把豆浆倒入碗中,不要去搅冻贴去浮沫,静置15分钟,这样做得豆腐脑嫩嫩滑滑的 浇上一勺打卤汁,真是太香了,打卤汁的做法我写在评论区了 吃不完的可以趁热做成豆腐,棉布要用开水烫一下,就不会粘豆腐了 棉布和豆腐模具跟豆腐王有一整套的,在主页橱窗里面,剩下的豆腐脑全部放进去 两边对折包起来,盖上盖子,用一个重物压一个小时 如果你吃过自己做的豆腐,你就再也不会出去买了,嫩嫩滑滑的,真是太香了 和买的口感完全不一样,一个流程下来,可以喝豆浆,吃豆腐脑,还能吃豆腐 一举三得,自己做的干净卫生,吃着放心,收藏起来你也试试吧